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着呢我们来介绍这个螺线环内部的磁场 其实所谓螺线环呢就是把螺线管呢 把它弯曲成一个圆形的 就是把螺线管整个把它折成一个圆形的 那个就变成螺线环 那我们也是利用安培定律呢 来解释它内部的磁场 好我们就形成一个管子 那如果把这个回路呢设在内部的话 会在这个中空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中空部分它没有电流通过 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就不会有磁场出现 那如果把这个回路呢 画在它的外部的话 它的电流呢一个进去一个出去 所以表示说它的外部呢 其实也没有磁场产生 那内部的话 好 假设电流是从后面绕到前面来 根据安培右手定则 它的磁场是顺时钟的 好那如果电流是从这个外面 就是从它的前面绕到后面的话 好 根据安培右手定则呢 它的磁场就会变成逆时钟 以下面来看的话是还是要是顺时钟 但是上面来看的话 如果电流呢 是从前面绕到后面的话 好 它的这个电流呢就会变成逆时钟 逆时钟 所以它跟上下是有关系的 好 是有关系的 这是用这个 那个安培右手定则呢 来解释这个管内的磁场 到底是顺时钟呢 还是逆时钟 好 就是我们把右手呢 对着电流的方向 看是从前面绕到后面呢 还是后面绕到前面 好 就可以确定它的磁场的方向 好 所以它里面的磁场也跟螺线管一样 是一个均匀的磁场 那我们这个公式呢 其实是从螺线管的磁场公式导出来的 因为螺线管的磁场公式是μ0Ni除上L 好 那因为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管子 所以它的长度呢 就会变成圆周长2πr 而这个r呢 刚好是借在它的内半径跟外半径之间 这个意思呢 也就是代表它的磁场呢 只限定在管内 就是管子的里面呢 才会有磁场 那这个中空的这个部分呢 跟外围呢 是没有磁场的 好 那我们晓得 它的一个特性就是说 它的磁场是在内部 所以事实上它是一个tunnel 就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隧道 各位同学可能有听过同步辐射 就是说我们可以设计成这样的一个磁场 一个很长的隧道 虽然是圆形的 然后呢里面有这个电子呢 在高速的运动或者是怎么样 让它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磁场 那磁场很大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各种不同的实验来设计 像同步辐射呢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加速器 它设计成各种不同的磁场 所以它会产生各种不同种类的电子波 那电子波的频率不同呢 它的使用的方式呢 也不一样 像镭射 镭射的话 它是把能量呢 集中在一个光点 所以从同步辐射所产生的镭射光呢 它的这个热度呢 是均匀的 所以它穿出来的那个洞呢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们对磁场的了解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用来做各种各不同的工业上的一些设计啦 或者实验上的设计等等 好 有关这个电流的磁效应的第一部分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